台湾的上网普及陆架全球呢 可以算是数一数二的 不过呢如果住进台湾的五星级饭店 想要在房间里面上网的话 这个费用平均是比中华电信贵了六倍 入住五星级饭店打开电脑上网 不过却发现还要多收一笔费用 而且比中华电信的上网费用还要贵 不是说只有我们是这样收费 像观光旅馆的部分 其实都有类似这样子的收费方式 在一个全球的趋势之下 我们是会有做调整的一个空间 而且像饭店啊 在一个公共区域也都提供 有WiFi的一个免费上网 虽然说是全球趋势 不过五星级饭店的房价 本来就不便宜 上网费用就更贵了 像是在台北军院上一整天的网 就要693元 六幅皇宫也要480元 南台湾则便宜一些 不过平均也要250元以上 最贵的就比中华电信贵了六倍 民众难免觉得被剥了两层皮 自己本身手机就有那个上网的功能 而且也是免费的 我觉得还好 因为使用者付费 我觉得还蛮正常的 上网对很多民众来说 都已经是例行公事 住在普通的商务旅馆 也几乎都是免费上网 或者像是全球知名的连锁饭店 不管到哪个国家 上网都不用钱 收费高昂的五星级饭店 是不是也该因应潮流 改变收费方式 中日新闻基建和薛惠文 高雄报导